Hello 各位觀眾,歡迎收看聚言堂 這次我已經搶了兩位猛男 他今天穿了衣服,但其實很大隻 大家前陣子都會發現 曹昇瑜好像很Hip,打拳等等事情 忽然將打拳這個熱潮推到高峰 很多人都覺得不如我們平時是女性 減肥,打拳等等事情 身邊兩位這麼健實的男士 我初初以為是同一件事,跟曹昇瑜 看到他有比賽和打拳,原來有些不同 他們是打泰拳的,兩位都是十分厲害的人馬 世界級的冠軍,失敬失敬 先介紹一下,身邊這一位 通常我們會這樣叫他 就是阿聰和阿賢 當然他給我的CV實在太長了 所以我決定加了時間給你自己說 阿聰你先說 我是香港職業泰拳手,吳聰 我是香港的運動員,陳俊宜 不然會這麼短的時間 很內斂 坦白說,他們很厲害 在香港的時間裏 比較少數真的大大拳的朋友 拿了很多國際很高的時榮 你看到我旁邊有很多相片 他們今天帶過來 三後時間裏都會說一下 這一點讓大家了解他們的背景 看到他們這麼大隻和靜的款式 平時是這樣的 未來上台也不是這樣的 我想了解一下 其實我們每次上台的嘉賓 都會回到最初的工作的起頭 兩位,我真的想問 一般的朋友都覺得 打架這些事情 是否讀書不成才會去做 兩位是嗎 其實不一定的 當然我讀書也不太厲害 但其實不一定的 因為我小時候很喜歡武術的東西 我還沒學泰拳之前 就學柔道、空手道 還有我表哥的啟發我學這些 我表哥因為有空手道黑帶 即是打架很厲害的人 我小時候沒什麼做 就找他學空手道 即是做了那些事情 才去玩泰拳 但為什麼泰拳會留得住你呢 因為泰拳會比較全面 拳腳跟踩都可以打 像是搏擊 因為空手道的點到即止 我覺得不夠刺激 可以這樣說嗎 空手道那類都是一些 體型 不是體型 招式上的東西比較多 你說真的要打 泰拳會比較FIFO 真的要打 可能因為男生這樣說得比較爽 真實一點 真的打的 明明打中了 為什麼不打下去呢 因為我的朋友學 不是空手道 是學泰拳道 類似那一套 不知拿黑帶 台拳我都學過 就好像 做了動作 還有一些規則比較多 恩賞化比較多 那阿賢是嗎 我自己 我爸爸是合組運動員 都球運動員 我也是運動的 即是有些關係 即是家人有影響 也是 其實我本身是跟爸爸踢球的 但他又覺得我摸手摸腳 然後就帶了我學功夫 我自己是先學泰拳 跟阿智海師傅 但很明顯是兩件事 泰拳是手 你泰拳是主動打架的 我理解是否這樣 因為我也玩過一年泰拳 我也是很基本的 都說是寶寶 其實我覺得都是差不多的 我自己師傅有帶師兄 師弟去打泰拳比賽 因為他覺得有技術 有料是要打出來的 不是用口感 在一次看比賽的時候 我就想做這件事 我被擂台上的兩個主角吸引了 即是你們自己站上舞台 但真的很不同 你詠春我想認知的感覺 是否又是男生 那種 又不能叫好勇鬥狠 但真的打的感覺 那種爽 我不肯定 是令你們愛上這個 太拳擊的運動 是嗎 是 再加上 你第一次打完比賽 贏了一刻 你很難忘 你不會再 不會不打 你一定會繼續打 你起碼有比賽 但之前未到比賽的時間 你只要去練習 只要去玩 其實是甚麼原因 甚麼原因 我 你轉了 但可能 玩的時間 你經歷了很多 才到比賽 但為何都可以留得住 因為你還有很多選擇 因為我覺得很有成功感 平時練習也有成功感 練習也有成功感 因為見到自己進步 各方面也會 所以見到自己進步了 就開始試試比賽 是否也是這樣的形式 還是有些不同 我自己 我讀書當然也是一般 我到十五六歲 見到身邊的朋友 例如學琴 打籤球 他們每個人都有些成就 或者去做導師 我覺得他們 咦 每個身邊的朋友 都有些成就 我自己想回 當初我除了 泰拳之外 我都沒有運動 堅持到那麼久 我想試試在這方面 拿回一些成功感 讓朋友覺得我是可以的 原來都是一樣的 興趣 但有些人可能會比較整體 你變成去打拳 當你們去打拳的時候 一定會玩的 即使有幾個成功感 你玩的都是業餘的形式 業餘的形式 那段時間 其實維持了多久 還有真的有業餘 你何時覺得自己 可以變成這個 打職業等等的事情 其實我一學拳的時候 我就打算是做職業的人 這麼清晰的目標 挺好的 真的 所以我很快就做了助教 很快的意思是半年 半年左右 因為師傅見到我 每天都很勤力 有些人問 阿聰你有沒有興趣 過來哪學哪做 我當然 又有錢 又可以打 自從那次開始 我就打到現在 兩次算是比較清晰方向 清晰的 小時候有人問我 興趣是什麼 我不知道是打拳 我小時候不懂得分 小時候 我也不懂得分 我喜歡打拳 很坦白 喜歡打拳也可以變成一個專業 大了才知道 泰拳 但當時是多少歲 你剛才說是小時候 是多少歲 是小到小學 小學才打拳 小學 老師問我們喜歡什麼運動 打拳 我喜歡打拳 我不懂得分 所以很多家長 如果你看到小朋友 在學校中喜歡打拳 其實你不可以 在小時候 你不可以有這個志願 可能他這個志願盟雅 大時大 變成世界冠軍 也不奇怪 阿賢呢 其實我有一點不同 我沒有說一開始 就想職業還是什麼 我自己想試試打拳 給家人的感覺 有一點是成功度 很多人都想試試 在打完第一場的時候 自己是贏的 但是看影片和我幻想的影片 有一點不同 即是看你自己 對 和你幻想你自己 對 打拳很帥 打拳為何不跟自己想的東西 但有沒有先贏的那場 贏的 我便想打第二場 打第二場 好看一點 影片好看一點 再想其他事情 打來打去都不是自己理想 因為你很有趣 你是想你自己看下去的感覺 其實是像放一些姿勢 還是怎樣 因為你的型 一般我不知道 如果真的打拳 你是打到 那一刻其實和漂亮 可能未必有關係 可能我幻想很好看 我一拳可以打到別人躺下 之後 遲些就可以給一些 將來小朋友 看 爸爸以前都很威風 你以為自己拍戲 應該可以找一些 武術指導他們拍出來漂亮 但不是真的打 不打 要堅持 但年輕人是李小龍 李小龍打 又堅又漂亮 但當然年輕人總有他的不幻想 真實和幻想都有些距離 但沒有所謂的 可能這樣的原因 令你繼續努力 想打一場你覺得自己很帥的一個場 就用這個理念 我堅持一直打到二十多場 都是贏的 是 很有趣 你的堅持不是因為真的打架 因為想漂亮 對 開始慢慢打打打 可能越來越多人支持我 可能一開始就只有家人 然後慢慢變成有朋友 甚至不認識的人都會認得我 我覺得這方面好像挺好 我繼續努力想更多人認識我 一直堅持到現在 這個滿足感不是很爽 我想都是推動兩位 一直打到其中一個都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想很多人就是上班 可能會做某某工作 就是沒有了那種即時的滿足感 可能回去也是這樣 然後做某些事交給老闆也是這樣 就是沒有了那種 你們有很多掌聲呼呼聲 那類的 或者打下去爽 人家中招是那種爽 那一般的朋友可能就遺忘了 原來這些都可以令到你 還有很多passion 去仍然生存或生活的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當然你們開始找到你們的路 但仍然是part time 或者譬如家人 在part time的時間應該會放鬆一點 玩一下而已 沒所謂 二十多場 帥氣 OK 當你們開始決定 打算變成職業 有沒有一些阻力 阻力嗎 阻力嗎 已經是part time 全日都在那裏 練拳也是那裏 那你又簡單一點 對 練拳就是教拳 教拳 順便自己練 要是要的 對 你一邊操練 所以其實累了很多 對 但你所有時間都在那裏 還有沒有了一些大問題 因為你有錢給家人 但你又在那裏自己做 你喜歡做的東西 我相信應該少一些聲音 小師兄 但很多人都叫我不要打 親戚 因為他怕我們流血 老人家會覺得我們 對 怎麼會打得瘋了 每次吃飯 親戚都說不要打 蔥仔 打人什麼 整頭都傷 但你會不會看到他們 真的傷著出去 其實沒有的 他怕 當然我有時候比賽 始終會傷 其實很多時候 他不知道 譬如有一次我練拳的時候 鼻子就斷了 斷了我要入醫院 但我不可以跟家人說 我入醫院住幾天 我又跟他說 我要去朋友家玩幾天 我回到家都感覺不到我被瘋了 其實現在也有點瘋了 那你可能當時在做手術 或者你治療的時候 會腫一點 有一點 好像女生做完整容 那些的部分 但大家都好像很熟悉 我這些藉口 跟家人說 有時候真的要悶 因為年輕人那種夢想追 但可能長輩 未那麼快接受到 還要是我兒子 經常打算不是打人 而是被人打 所以都覺得 這樣怎樣 怎樣被人打得大 所以他打多了幾場 他就會放心 因為他覺得你是很認真 和你交到一點點成績 給他看 他就會支持你 但是親戚朋友 是不是都放過你 後來捧場買票看 好 但是經歷了多久 可能一兩年 他看到你 常常都 很多時候都贏 比較多 信心會比較好 當然 經常都贏 不過真的 過程當中 你要堅持 做到成績 也重要 你不要說 對身邊的長輩 信任 可能自己也會為自己 你唯一可以做的 是給點心機 再做更好 所以不需要 那時候覺得 不需要 是不是很重要 其實一定不需要 在舞台上 因為一輸 一輸 就沒有了 一輸就一輩子 對 家人都覺得 三分鐘熱度 現在他們都覺得 很喜歡看我打 因為很多時候 經常說 這些年輕人 基本上都是那些 虎頭蛇尾 做一些事情 不能夠堅持 兩位是80後 其實你為了你的目標 你很清楚 你很喜歡 基本上 很明顯你有痛楚 除了努力 汗水之外 就算有多大的痛楚 都可以堅持到 因為是為了你 一個很想要的目標 你很重要 然後呢 像他一樣 做助教之類 我和阿聰有點不同 因為我自己 跟師傅是榮春拳館 不會有這個位置 我自己有想法 怎樣可以一邊打拳 一邊去工作 始終都要為生活 我自己就選擇去做救生員 那一個年代 因為你也知道 救生員會費一點點 有時間可以操體能 放工時間 去師傅道 每天都是這樣 會不會很多時候 你們的師兄弟 或者學生也好 要為了這個興趣 都要做一些工作 是要很多時間 或者不能太困心 會 會 因為你會知道 譬如救生員 很明顯一般人 是不會選擇救生員 來做的 也不是的 很多時候覺得 如果有家室 可能會覺得 前景又怎樣 很多事情要考慮 我很喜歡看你想要什麼 我自己在夏天上班 賺錢 還存在冬天來打拳 也不錯 還有一些朋友 如果你有追求的時間 有時候不同的行業 做了 其實對其他人來說 可能是家人 等等事情 他們是不明白的 但你自己知道自己的種物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這樣的原因 你可以堅持到 令你可以打拳 但也差不多 你們開始進入比賽 進入比賽的部分 我想你剛才說的打的比賽 都是高興的 都會贏的 但你去到職業的那些 就購買了 要在香港或世界上找一個席位 因為他們給我的CV實在太長 所以我終於放棄和大家說 已經太多了 那部份裏面 那種粗是兩件事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其實一個職業的權手 在本地的職業權手 究竟你們的生活會怎樣 他們怎樣準備這件事 還有 說真的粗明白 但是錢和生活 如何平衡 其實香港會比外國更難 因為他們很刻苦 做得拳手也很刻苦 但我們可能是專注的 可能訓練就是這個時間 休息就是這個時間 之後就不需要考慮工作 可能有人津貼 我們是不同的 我們可能訓練就是這個時間 然後他們休息的時間 我們就去了上課 教學生 教完就休息完 又來過 所以為什麼要平衡 這是很正常的情況 一定沒有贊助 沒有任何覺得 當然帥哥可以買了廣告 但那些不是正式和穩定的收入 所以那個生活和你的訓練的部分 是很大的 要平衡 所以學生一個很重要 是的 但是你是少了時間休息 少了 所以我們比別人辛苦一點 甚至乎我們最後 最初都沒有什麼錢 但最後我們可能出名一點 有個出場費 但其實我們去到最後 可能那些場費 就去了訓練那裡 其實我們都等於是沒有錢 那你也要生活 所以就是要教權 所以我們香港的權勢 很難靠權酬來維持生活 是的 我認識他們的原因 因為我上課打拳 這是很正常 非常厲害 這是其中一個很普遍的情況 但真的 你要為了香港 或你自己 拿一些國際獎項 某程度上 要花出很多很多代價 而那件事 我剛才說的 汗水 要很努力去堅持 這件事 而你生活 跟其他國家的運動員很不一樣 那阿賢呢 你的情況是否一模一樣 還是家裡都可以 可以支援你 都不會 我自己選擇做的目標 我沒有理由會 剪掉家裡的薪金 支持我 我都要做自己應該做的本分 去到開始打職業的時候 還有訓練模式 我覺得未夠強 那我就選擇了去開拳館 可以直接 練習在那裏 休息都在那裏 在開拳館的時候 怎樣說呢 營運上 是會再辛苦一點 因為除了你要訓練打比賽 教學生 那你連所有的宣傳 教學生都是自己的 我不知大家有沒有試過 有時去街上 某些地方 會有些很大隻的大隻 在街上叫你去載某些東西 有些可能是拳館 有些可能是健身的地方 那我就會覺得 為何要這樣拋頭露面 但為了營運 是有這個需要 剛才你說的 那些不是你聰明的地方 你最聰明的就是專注去打 所以那個時間 我停了打比賽兩年 因為你聰明 因為這件事 因為你完全專注不到去做這件事 但你打的對手會越來越強 那你如果訓練不足 那沒理由這樣走上去 所以我打算把拳館營運好一點 再打 你捨得 兩年比賽 真的可以嗎 你運動員在我的立場來說 你要保持狀態 你要保持狀態 不只是你的體能狀態 你打比賽的狀態 又或者你自己 其實兩年比賽都是經驗 你有成長 捨得嗎 沒辦法 我看的想再遠一點 對 因為如果我繼續這樣去做 拳館捱不住的時候 我還是不能繼續 那我就看遠一點 休息兩年 轉著去做好一件事 然後我會繼續努力 他可以有兩年的時間 我想問阿聰 你是否也是對他的情況 其實我反過來 我也是很不幸 我停了兩年 但停了兩年 不是因為我為了拳館 我也是停了兩年離開拳館 但為什麼呢 因為我之前和我舊的經理人 有一份合約 十年 十年離開之後 就不可以開拳館 不可以教拳 但我所有事情都在泰拳上 你真的叫我什麼都不要做 那之後就有一點點 可能打官司 那我就不認識 那我就去了法援署 那他就受理了我那個拳事 那後來也搞定了 我只是因為不能打拳 所以才要開拳館 我反過來 因為我開拳館的時候 我不是為了賺錢 我純粹想讓自己 有條路可以出來打拳 那我就開拳館 每一個人都有背後的故事 總之 條條道路通羅馬 什麼類型都會好 我起碼想像不到原來 為了拳館 一個真的會打比賽的人 可以放下拳館 去拳館 將來走得更加遠 無論如何都好 現在有成果 如何走得更加有成果 在打比賽的事情 很多人都比較熟悉 最近都是看了 曹昇宇怎樣打法 等等的事情 就是什麼 泰拳其實 跟我們看到 曹昇宇打拳擊 可不可以說清楚一點 因為說真的 最初的時間我真的覺得 是同一件事 大家去了解一下 其實大部份人都覺得 是同一件事 我不是一個 其實很不同 拳擊 先說拳擊 拳擊主要是 顧名詩是用拳 你會看到他們 會穿一對波繩鞋 但泰拳就不同 我們拳腳跟踩膝都會打在一起 有這個分別 波繩只是用拳 我們全部都打在一起 譬如這裡有些照片 這些部份 例如你們這些 你看到 當然是 你看到 我們是沒有錢買鞋的 我們是腳打的 你有個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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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腳 那些 不是沒有錢買鞋 那些護腳也不便宜 其實看到你們 玩的時候 拳的人都會有 所以經常覺得是一模一樣 但剛才你說的你的鞋 或是你的腳 跟造星人打的形式 會有不同 所以你們的操練 能不能說 我不肯定 但我估計 是否會再加強 比較多 例如腳很多 或者這些多很多 所以你的訓練時間 會不會比拳擊的運動再多很多 會比較多 因為我們不能只練拳 我們拳腳都要練齊 還有體能 各方面 所以我相信 時間會長很多 但我想問為什麼 例如泰拳 又打拳擊 有些人選擇了拳擊 有些人選擇了泰拳 其實最大分別是 他有什麼原因 會選擇這兩邊的運動呢 如果我先說自己 我選擇泰拳 是因為我覺得 比較全面一點 即打拳打得爽一點 可以這樣說 因為拳擊的爭拳都會用 譬如我 會鬥志鬥力一點 譬如我拳不夠打 我可以用爭 我爭不夠打可以踢腳 拳擊不是 你是輸拳 所以我覺得會適合我 切你的打架 是一個小時 就是經濟 你的理想 我自己選擇 因為我覺得 譬如我做拳擊手 我選擇去打拳 可能有時候 練習或者比賽 避免我會受傷 可能我的手受傷 我就打不到拳 我可能就要暫停這個運動 如果我泰拳也不同 泰拳如果我受傷 我就會練腳 腳傷我就會練肘 我覺得可以一直堅持去打 不用說中間有什麼傷患 就要停掉 原來是這樣 每個人的原因有些不同 當然 譬如去到香港 我也想了解 其實多不多人去玩這個運動 當然我也是叫做玩的 但那個level差很遠 說的是職業 或者真的可以變成一個生計 其實香港多不多 還是越來越多 還是越少了 現在就越來越多 甚至乎會 濫了 對 不是局限在香港打 可能會去外國打 就會出路多些 但你說難不難 仍然是一樣艱難的 因為都是要自己給錢訓練 要自己給錢訓練 對 即是你有東西回來之前 要抬一塊錢出來比賽 對 現在是個個都必擊 即是你要儲了一塊錢才 對 所以有很多 譬如新入行的人 想做職業拳手 他們雖然叫職業拳手 但他們也是有份工作 可能更慘 對 下班就去練拳 練拳人家休息 會是這樣的 會是辛苦 但其實問心 剛才你說的 很濫 你看到你的樣子是這樣的 為什麼是濫 會不會影響了現職 很認真做那班 因為去到現在 很多香港都是賺錢的地方 很多時候可能有些 玩完一兩場比賽 有一點成績 他們就會選擇 咦我都可以出來教拳 對 對 好像7-11拳館 好像7-11拳館 去考一些執照 或者我們真的拿了一個香港拳王 才開始出來做這件事 會不會是因為比賽又多了 因為我印象當中 這個拳王的拳王 絕對是 有什麼分別 絕對是 對於我們這些外行人來說 是很容易 很厲害 但行內是不是濫化了 那個冠軍的庶榮太多了 怎麼說 其實他們想公開自己 當然他們寫自己的履歷 都說冠軍 但行外人不知道 我們行外人不知道 其實有時候我們看 他是新人 但學生說他有很多冠軍 但在我們眼中 他可能是陸運會的冠軍 跟陸運會的冠軍相差很遠 就是這樣 如果一般人 可否更容易了解 或者 外行人 至少有沒有 哪些才算是真的 至少可以分農運會 如果香港的趨勢 我們有一個 香港泰拳力社會 他拳王的資格是香港最公盈的 網頁有寫的 我覺得起碼會獲得 這個組織的冠軍 就是腰帶 就是一個證明 我們也有些腰帶的照片 可以展示一下 這個有很多腰帶 先找出來 很多腰帶 肩膀那個就是 香港泰拳力社會的冠軍 這邊大那個 這邊小的衣服 原來是這樣 沒錯 我覺得起碼要一條才可以 很明顯是不止一條 而且坊間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覺得 在中國有很多拳擊的比賽 放了很多人 在一張圖片上 然後打架那些 你們就變成 你經常說有什麼比賽 然後每個人都會抱上身 我又這樣又這樣 你知道他們說哪些 因為我們一般都在說 是一個普通市民 你所了解的就是街廁的圖片 或者在電視部 某些節目 起碼先認識分 還有剛才你說過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什麼 隨便玩我們兩個比賽 說自己是很厲害的 那你就會教我們 其實剛才你說過很多執照 你會考的 當然你打拳厲害 你不會完全教我們打拳 因為我不是真的打拳比賽 但是可能你會對學生的安全 體能 等等事情有相關的知識 譬如你可能要做一個PTE 你也會考一些事情 這不是有時候 反而太濫 可能會影響到別人 會覺得對這些訓練的印象 搞到我也不敢找你們去做 比賽又如何呢 會的 但是現在市民都很精明 他們都會上網做很多搜尋 這個究竟是否真的有料 會找到 但我剛才說了 有料和你識教是兩件事 我都說過我們不打算出去打比賽 我是打算正常健康和安全的情況去打拳 如果一般的朋友 我都想找一些導師去處理 你們去打拳 那有什麼推薦給他們 例如剛才你說過 某一個比賽中的比賽冠軍比較好 其實泰拳理事會 他都會有一些教練證書去頒發 即是要考的 我們都會有這些證書 這個大家要留意一下 有這個證書就比較安心 當然 作為真的想著 我可能有些興趣打架 我很喜歡打架 或者對這個運動的興趣 永遠都很難過關 是怎樣維生 香港 你們就打了很多比賽 我當他很乖 真的練習了 亦都玩一些正規的比賽 一路再做下去 那我就想問 那條路是否就這樣叫做很安穩 還是你們要繼續打到永遠 要保持我拳王 不要被人挑戰 那條路會怎樣 繼續再走下去 那條路其實看你是想賺錢 還是追夢 因為我還是在追我的夢術 我喜歡泰拳 譬如剛才阿賢說 他很多打一兩場 有些經驗 這些通常會去哪裏呢 想賺錢的話 他會去健身中心 大型的健身中心 貴很多嗎 一來貴很多 以來他會包裝得很強 即是放一張圖片 那些人會賺錢 會這樣做 因為我根本不需要打 還有我有沒有打過 你都不知道 就是這樣 所以問說明條例 是的 還有我自己也是 很多年前都有人找我去大型健身中心 可能中國有 即是中國大陸 或者香港都有 尤其是你有這麼多條件 是的 還有我開出來的條件都很好 那時候我也有一點心慾 但最後我都想了 有一次我想了兩天左右 我還是推了 原因 原因我覺得我不應該 因為我都傻了那麼久 追夢那麼久 我不應該因為你 那麽高的薪酬而停了我 我現在 基本上是令到你不再比賽 專注是搞生意 或者可能是教人 就已經是跟你的比賽分割 還是可以讓你兩邊一起做 通常你做的那些是分割不到的 因為你可能要專注 還是離不開 可能你教人權 或者教他們健身中心的教練 全職是做教學 就不是你想要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什麼時候都可以做 但打拳 運動員 你現在還有passion 對 還是年輕 太短了 運動員太短了 我不想在運動員的時間做教練 大約去到多少歲 其實現在在泰拳運動 現在就比以前好 因為現在各方面都好 38歲 現在已經去到 你還有很多時間 但你黃金期是22至26歲左右 對 過了之後 某程度上 哪些體能 或者可能現在的人 身力比較好 而且有很多補充品 就會令你延長一點 所以我們會把技術練好一點 即是繼續追夢的階段 阿賢也是 我還是追夢的階段 因為我自己還會打比賽 因為我都想有一個學生 或者是徒弟 可以繼承到我們想要的東西 當然是夢想 但我不想像一般教練 用口說 自己用身體做給他們看 師傅也可以 你也可以 你講講徒弟這個題目 容易找嗎 很難找 可以不可求 現在的青年比較 可能在工作上忙 工作上比較忙 你真的很包容 會少了時間出來練 我們以前這麼專注做 你們這些是 真的打小陣都不行 你的體能 是要穩定的 還有很多方面 體能也要 心態 技術也要 因為有些的確很勤力 但你牛也會勤力 好體能也沒用 你打不中人 所以我們會 譬如你很勤力 我會跟你說 你勤力是對的 但你也要專注多一點技術 有些當然會反過來 我寧願教正牛 起碼也會勤力 有些就不是 就聰面 或是 師傅 我想要 像你這樣 一個打十個 但一個星期 一天 我都不知如何 大真的 你們仍然是追夢 仍然想做更加好 你想講技術 香港的老師 究竟是否可以幫到 還是不是 我一定會去泰國 找泰國的師傅 其實一定是先找泰國的師傅 當然現在香港也好 因為很多泰國師傅來了香港 我們都學到他的東西 我以前試過為了 令自己進步一點 其中一年我都去了大半年 九個月也去了 即是分開 這次去三個月 那次去兩個月 都是一個人去的 那兒會不會有 我也有 不過我沒有那麼長時間 因為始終我開了拳館之後 放不下拳館 我自己技術上 就會跟一些師傅級 或者一些泰國師傅 去談 教 我自己回到家 我會用很多時間去看影片 有什麼改變 都是靠自己多一點 其實我想問 譬如泰拳的運動 是有好師傅 然後才有好技術 還是不是我勤力 我自己聽完你講完 我回家 不停連練之後 不是只練一個錯的方法 錯到永遠 是慢慢理解 用會貫通 哪一樣會好一點 其實兩樣都需要 兩樣都需要 兩樣都需要 師傅一定要有心 當然 其實如果給我選擇 最重要是自己的 對 自己會練多一點 所以為什麼 我問這個問題 因為很多時候 剛才你講過 很多學生都明白 他來的時間 可能已經沒那麼多 然後再交上回家 然後再練 我想始終你們這個運動 運動員 還有你還要下一個競技 即打架 有什麼不留神 就中了 即輸都算了 可能你不留神 我想傷患是另一個敵人 因為多厲害 可能差一點 那一刻身體不舒服 你就什麼都不用做 這是相對的很大的問題 但我想問一問 剛才師傅部分 原來有些朋友來香港 可以處理到 剛才說 你們這種運動 還有一種很大的支持 就是醫療 運動、醫療等等的事情 其實在香港 你覺得這部分的支持 大不大 或者是否好了 還是我們 都沒有什麼 都沒有什麼 是嗎 大家知道很多時候 有些比賽 都會由一班 例如大學 有些支持 讓運動員的表現更加好 那泰拳也是運動 對 很可惜暫時 暫時還未到達我們 為什麼還未到達 是因為你們沒有安排支持 還是可能資源撥 未到達你們 以我所知 現在可能是泰拳理事會 有時候做一些比賽 政府都開始有資助 都是一個好事 但是你說去不去到 醫療都有 暫時就沒有 因為始終我們泰拳 都是比較冷門的運動 就不同 你可能 比如說 踩單車李衛斯 全部TVB都是播去的 泰拳可能我們去了外國 拿了一個 世界都有少少少命銜 回來 但可能都沒有人報 沒有人知道 為什麼 對待怎麼夠不同 我覺得 可能一來是一個 熱潮的問題 比如你說現在 現在曹昇如拳擊 你看到每一場比賽 都有很多 爆到 爆到 可能有頭條的報紙 我們有時候 為香港拿了金牌 可能就是報紙那一格 看育版的一格 看不到 為什麼 說真的 我們行外 我們覺得 都是拳比賽 當然他可能是二十多年勝 原因是 剛才你說的 雖然是熱潮 但是這樣說 你們是否還夠厲害 其實我相信 應該夠了 因為我看到他們 有很多 國際比賽 但是還是拳擊 我是不是剛才 很帥 所以都沒有去看 這是一個問題 因為多人了解 一樣都是這麼厲害 一樣都是有國際上的認可 即是贏很多比賽 回來很不值 看見 為什麼他會有這麼多人 報道 很多方面 因為他可能有人訪問 他有經理人訪問 我們沒有 我們訪問靠什麼 靠Facebook 自己上載 什麼都靠自己之下 你自己的人之後 就沒有再找經理人嗎 沒有 會少一點 所以其實你見 曹仙傑也很幸運 他也是近一兩年才爆出來 因為開始有個熱潮帶起 但是我們泰拳還未到 我相信大家都覺得很平常 泰拳好像很 很暴力 我不知道 女生都聽泰拳 原因是因為減肥 所以我不覺得這個詞 是很陌生的事情 但是只不過公眾 或者其他男士 他未必會這麼認知 我估計這個情況 但其實有沒有想過 整個行動 如果團結一點 會不會做一個熱潮出來 其實會幫到大家 不僅僅你們兩個 可能其他人都可以 因為餅可以做大一點 一起去分 變成現在你們很努力 但其他我相信有很多職業 我覺得接下來會可以 但是暫時還未可以 爭了什麼 會不會是需要政府支持 這個就是必須的 這個就是必須的 要不然 拳手也很慘 連拳也沒有錢 實際上是差了什麼 我正在跟遙遠的蕭公子說 聽清楚了 希望你跟政府反應什麼 其實有什麼可以幫到手呢 政府 希望去資助我們運動員 最低限度的就是 那個洗費 訓練的費用 食的費用 其實會大約 一個運動員 一年要花多少錢 一年我很難回答你 因為看你要什麼 像你這樣 我要為香港爭光 我要拿到國際的獎項 很清晰 是很清晰 都要撥很多錢 很坦白說 我值得培養運動員 去拿到國際的選擇 我用曹昇余的例子 他可能是有教練 但教練不會只有一個 他可能有體能教練 營養師教練 或者他本身 博士教練都有一兩個 再加上他有時要練對打 有些夥伴 加起來那條數目也很耐忌 但我們泰拳 因為我們是自己運錢 沒有人資助 我們當然是營養師 沒有 自己 或是體能師 全部都是自己 自己師兄弟 最經濟的就是我們飛去泰國 也不是 就是找當地的泰拳師傅教我們 這樣呢 像你所說 最經濟的可以說 我比賽就是阿聰幫我 阿聰比賽我幫他 因為你師兄弟 起碼你這個基本是營養師匯 不是最經濟的 最經濟的有一年 我對著沙包 那沙包就是我的教練 就是靠自己 但這些技術沒有人的反應 你是差一點 是 大家都知道差一點 但沒辦法 我明白 你說什麼 你沒有這筆錢 你唯有是靠自己 因為很坦白說 我不是特別打 泰拳也不是特別厲害 但我也有做運動 其實很明白 所有運動員 為何我覺得不行的原因是 你的反應和身體的感覺 其實是一個記憶 你跟人的記憶 或者沙包的記憶 是差很遠 如果你沒有做運動 你可能不會明白 只是這樣打 要花那麼多錢 我想這是一個思維要扭轉的 如果想支持香港的本地年輕人 尤其是想做運動員 在某些部分 要牽涉到跟人對打 或者某些練習的話 那種資源是最好撥多些 他們的技術就會再提升 而且你們又不是去不到國際的標準 其實在香港 曹昇瑜當然很出色 其實在香港很多運動員 都很出色 不只是說我們 很多 我看到很多 但他們都是缺少資源 所以全部都沒有名字 就是這樣 很多資質都很好 在咬牙關去處理 但問題是 如果你的資源這麼結局 去到某個位置都不能再提升 結罪和缺乏 缺乏 因為你要生活 其實多不多 你的朋友 或師弟妹 或學生 是很有資質 很安靜 我真的想去收徒弟 但沒有辦法 回到現實 生了兒子 又或者有些原因 是沒有辦法 還是要離開 有的 有的 有成績 去到某個事 突然間 我還是出去打工 我還是繼續不到 我覺得很可惜 就是命清不到這件事 剛才說 你說很難計算 但我想 假人觀眾可能有一個概念 或是經濟那一年 以及正常那一年 其實以理智一個例子 例如去泰國 其實一個運動員 你花多少錢 心中有數 如果想入行 朋友都知道 我做一個職業運動員 我每年 起碼要命清到數 起碼 你不要說自己叫好 OK 起碼要照顧自己比賽 也要 大約多少錢 如果每年應該都要 最少 我真的只速食 不買衣服 不買鞋 最少二十萬 最少 二十萬 都是一個投資貨 自己去 學習技術 夠食 夠食 夠訓練 即食是夠訓練 食不是平常生活的 四十多年 是很難做到人 基本上 沒錯 但你多計算一下 很多年輕人 如果自己的工作 都不算太高 究竟是自己上班的錢去 還是給家 可能未必再給錢 再鍛鍊和技術提升 這是很可惜的事情 也是某些原因 在香港來說 泰拳運動 未能夠再普及 或者再好一點的成績 我想這可能 要跟你們的理事會 聊一下 怎樣可以令到 大家對這件事的推廣 更多 因為他們已經很努力 所以我剛才也說 開始的比賽 政府也有資助 對 我覺得他們很厲害 還有可能 多一些運動 讓人覺得 這件事都不錯 始終我女生 不能夠很客觀地說 因為我實在知道 這件事太多 因為減肥 是兩件事 跟你們的運動 是兩件事 還有 例如學校 你有沒有開始 連小朋友都教到 例如學校裡 教一些泰拳 讓小朋友 他們會認知 泰拳有什麼 而讓他們很小 就有這個志願 我自己會比較多 學校推廣 剛才那張照片也會有 是哪些 哪些是關於教書 看看哪裏 哪裏 哪裏 下一點 最準的吧 最右手邊 旁邊 這個 這裏 這裏 這裏是你的學校 對嗎 有些學校很好 其實他們會有些課外 時間 會聘請教練 和他們上體育課 不是像他們以前的年代 體育課 只是跟他們學體育課 是 現在 現在 大概一個月都有 兩課 每個星期一課 就會去學校做這些推廣 但他們做多久 譬如這個計劃 可能是一個月 兩個月 或者一個學期 甚至一年 可能是一課 或者三課 試完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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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興趣 就會再聯繫你繼續 即是就離開學校 再找你們去做 是的 我也是經分太拳理事會 我明白 只不過是學校不會 很長期地 譬如粵劇 他們入了學校之後 已經成熟到 可能他們可以有團 或者比較長時間 我講的是去到這一種 變成未是 只是體驗 是的 都是第一步 開始是第一步 很好 但會否已經發掘到 小泰拳手很厲害 很有天分 暫時沒有 是嗎 因為他們都是 他們動的東西很好 做運動很好 因為他們玩第一課的時候 可能是學校要我這樣做 我才這樣做 不是說我想這樣做 而來 我想都是主動性 始終他們都是 能否被迫 安排了 都要 但他們自己喜歡 喜歡了就會沉迷 但有沒有小朋友 他們會自己上來 決定找你們 有的 有的 但家長不會這麼小 怕他打架 打傷腦 現在的家長 可能是第一課 有些家長第一課上來 會問有沒有證書 是 會這樣 你有些要給他們證書 也會 如果我們有些課程 是沒有辦法的 不是的 有些叫做暑期班 可能這個是初級的 我這間拳館 承認你的證書 就會有這些 我想問 一般來說以前 譬如說 我熟少少詠春 葉文師傅 葉準 師師公 其實他有時候 教權術 背後有一些動機 可能是以前的規念 就是 我強身健體 或者教你做人 令到你有刻薄一點 性格有進步 其實現在你們教權的時間 還講不講這些 還是沒有了 他們肯利也好給面 還是你也有堅持這些部分 也有堅持 我會堅持這件事情 因為師傅也是教我做人 那方面會比較強一點 我就是要教他堅持 還有不要太 有些人會覺得 可能贏了兩場比賽 就會有點囂張 你就會跟他說 你不能這樣 即是扭打 因為你還是生氣 你這麼快就有這個心態 就不行 所以他們都很好 都謙虛 因為我們現在 我們小時候 反而是很怕別人稱讚我們 因為我們被人稱讚 可能師傅會覺得你很囂張 就罵你 我說你真的不要讚我 反而是害怕 反而是害怕 所以我覺得 一定要謙虛 多厲害也好 原來你的教學的概念 我的概念也是要謙虛 勤力去做 少說話多一點 用手去做 不要用口來做 練習的時候 所以我印象當中 也很害羞 小說話多做事 但是我又想問 其實你說 你有這樣的信念 你也一段時間 從事你的行業 即職業也好 甲卷也好 有沒有看到我們年輕人 有不同的變化 在學習上 或者態度上 我可以先補一下 會不會覺得 新新代越來越懶 很多人經常都說 還是 都沒有一點變道 還是怎樣 又不可以一觸槓 打成全人 有些年代都會有勇氣,不可以說90後就爛,不可以 幸好,我們的師傅級的朋友都沒有這樣覺得 因為很重要的部份,我們說創意創業 其實你們泰拳的部份,開拳館好像 人家在路上經常看到有拳館 剛才我跟他們說過,我經常在街頭無端端過馬路,聽到人家不停在喊 不停在喊的聲音,以為在哪裡打架,吐鬥 其實很多時候拳館是特意開槍的 令身邊的人或街的人知道他們有拳館 其實營運拳館是一個經營上的藝術 你用了兩年的時間去處理 你不是的,因為想去練習,經常開拳館 我想問,在香港開拳館時,你們有甚麼要留意 或是會有甚麼困難,譬如收生的部份 在哪裏找回來,因為我贏了獎 可以和他們分享一下營運拳館上的資訊概念 收生一定是最基本的 可能以拉架,拉一個以拉架下街 是嗎?以拉架下街 自己還要自己來拉 現在比較好,可能是Facebook的宣傳 最好的方式都是朋友介紹 但你講真的,你的朋友也有限 當然學生也有限,但以拉架下街 但以拉架下街上,那些派遣傳 但這個模式其實是一向都活動的 還是可能,咦,不是啊 現在在說社交媒體 不可以了,可能在網路上回來的學生 網路會比較多 但以拉架下街的方式還是有用的 其實有很多生意是做不到以拉架去找生意 但你們這個還可以 原因是因為人們走開,附近近 而上來是怎樣 因為你是新界區,你是港島區 說兩邊市場的情況會有什麼分別? 其實我們有拉到以拉架,希望認識我們 即是放在街上 最少讓人知道有這些,放在人流旺的地方 希望看到一百個,有一個有興趣,我們都會贏 那就是以拉架的城堡很便宜 新界區是不是也是這樣? 我自己會是人傳人比較多 我當然也有放在以拉架,剛開始的時候 到我自己的新界區也做得久了 人傳人的方面比較強小 你用心去教別人是會感受到的 還有可能有學校等等,也有些公開 但我想說,網路上你們是怎樣賣廣告? 都是Facebook 但是是賣廣告還是純粹是Post的,你們Like? 兩樣都有 這是很傳統的一些 平時不同公司的公開公開的方法 那有沒有特別的方法,只有你們這行才有? 只有泰拳運動,或者你的運動員才會做? 即是用比賽去做 即是贏比賽 即是我只打比賽,我會把整個團隊都拉出來 即是整個拳館,差在阿沈未去,全部都拉出去 全部人去,當然會支持 自己師傅,但他們都會很支持 我會帶自己的宣傳用具,每次都不同 例如你講到有興趣,尋找什麼用具 例如我會帶整個拳館 我以為你會閃光的那些 這個宣傳是讓其他在場的人都知道你們的存在 對 而且現在開始有少少名,多了一些雜誌、報章、訪問 這也是很重要的部分,令到一些完全不認識你們的人 譬如做完節目,大家看完之後對你們有些認識 又會卡在你們的拳館上說話 這個會多了 好像以前有一次去到斯洛佛克打比賽 贏了冠軍回來,也挺艱辛的 但回到來後,可能報章只有體育最邊緣的角落 我明白 有些新年,連體育也沒有你的字 到現在開始,可能體育也已經好了 你見到有時候,雜誌也會給我一頁 為什麼他在說雜誌,他知道我在說雜誌 可能有兩張 不是,重複了 會有的,我覺得雜誌是被公眾了解 亦可以讓他們知道你真實的一面 今天這樣我也會知道更多 電視宣傳 挺好彩的,之前有一套叫做G1格鬥 我曾經教了一個女徒弟出來 那也是一個宣傳 我也有看到那個節目 整班女生要你們職業的拳手去教一些 我們叫做姐手姐 普通不認識的女生要訓練這麼久的時間 令他們打的時候,當時都牽起熱潮 大家都覺得幾次樣 打得好 經過訓練,一般的人只要根據專業的項目 可以似模似樣 當然,他們不是選擇打比賽或職業的部分 但已經是很大的挑戰 剛才剛才提到的就是 你能玩這些運動 你那個堅持和人的品格上的精煉和提升 真的差很遠 因為我看那一套,看到那些女生 又爆光,但又在哭,但又繼續做 我想平時,一些美女是不會做這件事 這也是很重要的部分 電視和電台訪問可以幫到大家 這個會是你們現在的成就 去到現在的部分 我想問,What next? 下一步你們想怎樣 下一步? 下一步我最想仍然是運動員的方面 仍然在擂台上 你也是,因為我自己的生意 但賺的錢是幫到你去玩比賽 是 沒錯 你贏了很多世界廣軍 還想怎樣 想更高層次 還有一些更厲害的比賽 有 例如這樣說,我不肯定 現在已經是中學生 還有大學的,還有博士級的比賽 我們也不懂得看,有很多冠軍 如果你們現在再上 其實你預計 我給你,你想得到 你還有多少個冠軍 其實你很想拿 其實這個冠軍是無盡的 真的嗎? 真的 譬如說奧運,你會知道 奧運就是所有田徑等運動員 是一個最終的目標 這個我們很清晰 在泰拳的市場上 泰拳每個時代都會有一個強者 你都會想挑戰它 你是跟人的 你不是跟比賽 可以這樣說嗎? 都可以這樣說 總之在你們這個級別 因為我們知道有很多級別 你已經有目標人物 目標都是不會在香港 都是想在世界 你打他們 例如初步 我們看看大家的努力上 有多少人 你自己心目中 想要KO大約現在這一刻 不要管之後再走出來的一個 可能我有五個人想KO他 我KO那個 很棒 都很多個 真的嗎? 這個世界這麼大嗎? 很多個 難怪是 我想會不會這樣 原因是我們很想了解 我們很想知道 你們也太多了 譬如說奧運 我可以很集中說 奧運就是有泰拳 爭取一下 但是在世界上 這麼多這麼厲害的人 當中 希望 或者有很多 你們很想打 贏他們 我都很希望你們可以 做到你們想做的事 另外我想 可能會其中一部分 我不肯定 其中一個運動員的行業 想其他不熟悉的人 都了解的話 可能就需要靠你們去想想 嗯 怎樣可以令我們 複雜簡單化 我們知道 你們的冠軍是有些很集中的 原來這些人贏了某個人 或者某一件事之後 這個就更厲害了 可能令到宣傳更容易 就不會是一般 我們那個 一般人的想法 是這麼混亂的 所以就想繼續打 打到 希望是別人想去KO我 OK 這個也挺有趣的部分 對的 很多時候就是 你們現在 是挑戰別人踢館那個 都差不多是你們兩位 大師傅 好了 就被人踢你們管 我想問 真的 雖然說你們的歲數 好像有一個黃金期 現在還是黃金期 現在還是黃金期的 現在還是黃金期的歲數 我知道 你剛才說到二十多歲 不是二十多歲 但是 真正正正的 例如你想挑戰那班 師傅級 其實他們幾歲 最低限的幾歲 其實 年紀大了 師傅級又未必是 這麼大年紀 有些可能小過我們 但是世界上已經是最高級的 很厲害 那我問一問師傅級 你去到幾歲 你是沒有辦法 你想有幾個passion 都沒有辦法再打 如果我 我就想打到自己 真的打不到位置 你有沒有答過我這個問題 我猜過大概是三十五歲左右 我想打到三十五歲左右 三十五歲左右 這個是一般運動員的極限 等等的事情 還有些時間 還有的 既然說了這個泰拳的行頭 以及職業 三十五歲之後 一般來說 已經不能夠積極上舞台 去爭取一些獎項 之後的晚年 之後的生活會是怎樣 是否風乾完之後就沒有 還是原來都可以營運 例如拳館 等等的事情 其實都是幾不錯的 希望繼續培訓多些 找個接班人 可以說 絕對是找個接班人 可不可以說是一個 幾正常 在泰拳運動當中的一個方法 就是延續下去 就是你有你的徒弟 然後就不停地 逮捕你的徒弟 真的在比賽 然後就簽了他做紀念 那你就可以有個 正常就是這樣的渠道 正常就是這樣的渠道 想就是這樣想 難的是因為還沒有找到 是 現在有些時間 當然 有你都不想簽署 可能我也是想自己去打 希望他們現在在打 一些比較本地的拳賽 比較細型 希望慢慢可以再打 一些再大型 或者可能香港 會不會很多時候 都有機會自己籌辦一些 很有實力 或者很有吸引的 泰拳拳賽 會否幫到增加知名度 會的 所以我現在多了 多了這些組織 多了很多比賽 因為我講真的 因為你多了很多 但我不知道 你明白嗎 我講的是很有公信力 還有 譬如徒星魚比賽 基本上全世界都知道發生什麼事 暫時沒有 這個都是贊助的 各方面都要 當然 各方面 宣傳各方面 我和阿聰上一年年尾 都嘗試過一起合辦一場比賽 都成功 這也是一個好的方法 還有我不肯定 在泰拳運動 或者生意部分 除了教班 比賽之外 可能搞比賽 會不會是另外一個 新入的樂園 一個出路 都是的 沒有辦法 我會講生意的部分 始終要轉型 這是其中一個 你會有贊助 或者有觀眾 等事情 因為你有經驗 你做的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也是一個可能性 最重要的是 在加加盲賣 生活得到 又追到夢 這是很正常的 所有有Vision 有自己喜愛的 事情想做的年輕人 錢不是一個最重要的部分 不過沒有他不行 沒錯 你要平衡 總之你不要阻止我追夢 就是基本 但是如果到差不多 當處理到 你已經拿到某些東西 或者去到某些的稅數 你要再活動 可能是拳館 比賽等的事情 都可以再代言人 或者出什麼都好 不肯定的 都是一個生意模式 又可以培育新一輩的 就是泰拳的選手 慢慢下去 其實都會是一個 不錯的工作 我簡單來說 還有是一個 可以令到他自己 可以發揮到 最近阿聰 我喜歡打架的一個 很簡單 其實不是很複雜的 總之你起外就可以了 不過起外之餘 都要記住要很用心 很認真去練 那你才有機會 可以拿到冠軍腰帶 是 那些最基本的部分 謝謝兩位 跟大家分享了 泰拳運動員的 心目歷程 需要知的事情 以及這個行業當中 要面對的事情 希望你現在的時間 給兩位 獲得更多獎項 一定一定 謝謝大家 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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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